温情的音乐 深情的彼此 仿佛爱的此刻无比灿烂 美妙到势不可挡 无可替代 可就在不久之前 翠花主动走进那个小屋 盛装打扮 走进那个漂亮的女人身边 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 奉献自己的爱情 可此刻在摇的嘴中 却一次次的拒绝了 翠花的热情殷切 甚至想让翠花忘了自己 忘了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没有商量 没有余地 她甚至自己的所作所为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逼翠花一定要找一个 阳光大男孩 命令世俗 仿佛此刻 昨天的温柔 像烟花一般消失的 连痕迹都不复存在 那天 她在翠花心头 最无奈的时刻 爱情让她忽然间找到了希望 可如今又被迫 掉进了无底深渊 殊不知 爱意从来都是公平的 当翠花难过之时 另外一边的姚 又何成不是百般折磨 望着眼前闯上的大男孩 那般青春的模样 男性的荷尔蒙 她是来找翠花的 忽然之间 姚仿佛感受到了一种危机 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局面 那一晚 她疯狂地用水 压抑自己心头的想法 想要以此逃避现实 可即便如此 脑中想的 依旧是那天发生的事情 病毒一般侵入她的内心 而也是此刻 忽然穿好衣服 浓妆艳抹 只是因为姚 做了一个决定